韓國瑜昨天的發言其實蠻有趣的 我必須講他真的確實是很會引發我們媒體的關注 比如說他講說民主就是自作自壽 聽起來到底是在諷刺誰 是諷刺高雄人還是現在全民要一起來投給國民黨的提名人 我們來看他怎麼講的 韓國瑜說民主政治就是自作自壽 所以明年選出什麼樣的總統決定中華民國的命運 然後他鼓動強包去告洋狀 他說一人一信一通電話告訴當地的政治精英 特別是美國 日本 中華民國三年來 經濟敗壞 民主倒退 兩岸陷入戰爭危機 另外當然就是一隻穿雲劍 青天白日重現 但是天佑中華民國 天佑台灣人民 但是這個對岸中國其實早就看不到中華民國了 這個韓國要不要好好來批評一下呢 我剛剛說到就是在聯合報今天報頭的這個頭版 就是藍綠對決的話 蔡涵是平手的狀態之下 那麼如果三強爭霸韓國瑜29就領先了柯文哲的25跟22 我們先從藍綠兩個對決來看好了 過去韓國瑜是43% 蔡英文38% 韓國瑜下降11個百分點來到32% 跟蔡英文現在的32%是打平的 但是我們常常在看這個網路大數據的時候 浩宇 我們都說這個網路是比較領先的指標 民調是比較落後的指標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網路呈現出來的有給韓國瑜慶祝行情嗎 對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數字 其實這個禮拜跟上禮拜最大的不同就是 郭台銘的廣告預算好像用完了 對 所以暫時 郭台銘的網路聲量是開始下滑了 之前這個最高的是郭台銘 砸錢砸了很多 可是我也要說其實這禮拜我自己是滿痛心的 就是說其實這段時間我們去走基層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壓力是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要不斷地幫總統府說明 很多不是事實的謠言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讓我 就是上個禮拜吵了一個禮拜的私菸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如果是有一點知識的人 我們大概可以去了解說這件事情的事實是什麼 可是其實在基層上面 其實包含藍營在內 包含很多人刻意地再去操作 包含現在的傳言很多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私菸一萬條是專機載回來的 明明就不是這樣子 那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或者那五台貨車是總統府的 也不是這樣子 甚至是有最可笑的傳言是 有攤商直接問我 他說電視節目說 蔡英文總統自己要抽的 總統怎麼可能會抽菸 應該據大家所知 他是沒有在抽菸的 可是這個傳言 基層是相信的 為什麼基層相信 因為有人在背後操弄 變成笑話了 這些事情變成了傷害民調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感到憂心的 其實我覺得前陣子的聲量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蔡英文下跌 韓國瑜也下跌 對 其實這段時間出現了一個狀況 其實就是說聲量上 韓國瑜一直緩降 上禮拜我們說的 或者是說柯文哲也遭到邊緣化 可是其實這一次的事件 其實說實在 真正受益者最大 當然就是韓國瑜跟柯文哲 還是韓國瑜 可是他降了11個百分點 但是在網路上面還是受益的 對 因為韓國瑜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他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鐵粉非常的扎實 所以再怎麼去傷害 其實藍營的支持者還是非常的扎實 還是會有大概39%的人會支持他 雖然討厭他的很多 可是在很多政治人物出現的狀態之下 對他是有利的 所以後面發現了一個狀況 就是這次其實 柯文哲是受到很大的鼓舞 你看這個聯合報的支持度 柯文哲就是上升的 所以柯文哲在上升的狀態之下 他出來選的機率大的狀態之下 分散選票其實就對於韓國瑜 是相對有利的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一個事情的操作 我個人是一直這樣子來看 就是說你要去看一個政府 他面對事情的態度 如果一個陋襲 他是幾十年來 國民黨時代就有的 或甚至兩蔣時代就有的陋襲 政府不去積極地面對問題 那我覺得應該是要去譴責他 可是據我所知 我就直接很負責任地講 這件事情十幾天前 其實不是黃國昌一個人知道而已 這是有多來源的 可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當他收到民眾的投訴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急著要開記者會 他可能是把這個機會給檢調好好的去查 因為其實檢調單位 他需要時間去追查所有的案情 而不是那麼快地把它破梗 因為破梗其實反而不容易找到後面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 大家去看這個政府的一個處理態度 那我到目前為止 當然他們有一些發言是爭議的 可是我覺得整體的態度是 願意面對問題 甚至是要檢討到過去馬時代 甚至是陳水扁時代的 那如果是用這種態度去面對爭議的話 我覺得慢慢地就可以挽回民眾的認同 好 來 我一直聽到易富哥在嘆氣 易富哥為什麼會覺得說 尤其是講到蔡英文不抽菸這個部分 你看一下王浩宇 所以你有蔡英文會抽菸的內線嗎 我也不曉得他為什麼這麼肯定說蔡英文不抽菸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抽不抽菸 然後剛才講到說破梗的問題 請問你都已經五台車都已經要載了 不去抓要怎麼抓 等他運到關底以後 分完了以後再去抓嗎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對調查局這次的辦案保密 的程度為什麼都予以肯定 難道說破不破梗是等你全部都散了 回了兩三天以後 煙燻完了再去抓嗎 我覺得這個理由有點奇怪 那我同意 現階段蔡英文算倒楣了 長期以來的問題剛好爆發在他身上 而且最大宗的案子就爆發在身上 也不要說最大宗 前一次就是最大宗了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是更大宗 那就爆發在他身上 他就要認倒楣 但是現階段問題是 你把前朝都扯下來要徹查 我沒意見 我沒意見 但是問題是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跟我們一個交代 你先把這次的事件辦出來 你檢察官你可以用分案的問題 前幾次因為有人退休有人辦案困難 但是你這一次先辦出來 你另外分案我沒意見 但是大家急於知道是 這一次到底出了什麼事 那你一直要把前朝的資料 什麼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 堆到200幾年 那我請問你到底要查幾年嗎 你才能告訴我們真相 有的都退休了 你還要再去找那個退休人在哪裡 當初還可以找得出來說 你當初的名單借我看一下 哪些人買嗎 所以說辦案是有技巧性的 很多事情可以分案 但是這一次的事件 你應該盡速處理 你民調會掉下來 大家就看你這一次的處理 華航兩個人寄個過 然後看完記者會 化然你到底有說了什麼 華航的董事長 你們這些人到底說了什麼 什麼都沒說 還說跟高層沒有關係 還說是什麼 約定成熟 連這種事都出來了 好 到最後社會不接受了 你的華航總經理發了一個保密 圓滿完成任務 大家都傻眼了 現在在辦走私燕 你還保密 還圓滿達成任務 那我請問你 社會怎麼看 社會當然 你到底在幹什麼 結果到最後社會不滿 到最後來了 兩個副總記 大國調子 怎麼樣 當初上個禮拜吧 好像瑞德 我不曉得你還在不在 上節目我們直接就問了一件事 社會長下臺 國安局局長下臺 對不起 直接管世衛室的內衛跟外衛的主任 要不要負責 為什麼還沒處分 那是第一線的人 也沒有處分 後面才處分 我覺得一件事 大家看 不是事件發生 發生這麼嚴重的事 大家或許不會怪蔡英文 因為過去以來這樣幹 我也相信 大家都說馬英九說不知道 然後你們都說撇清責任 那蔡英文在事件發生前知道嗎 他也不知道啊 是事件發生以後才知道啊 難道說蔡英文事件發生前也在撇責任嗎 撇清關係嗎 不是這樣說嘛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看你蔡英文處理的狀態 看你處理的方式 看你處理的魄力 決定你民調還會不會向下降 你不妨視 谢谢观看